这是慧经为Libr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花莲 台湾 2008年1月 论语 孔夫子 先进第十一 第一章 子曰 先进于礼乐 也人也 厚敬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则无从先进 第二章 子曰 众我于陈菜者皆不及门也 得姓 言冤 名子谦 染伯牛 重宫 言语 载我 子贡 正事 染有 记录 文学 子游 子夏 第三章 子曰 回也 非助我辙也 余无言 无所不悦 第四章 子曰 孝哉 名子迁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帝之言 第五章 南荣三父伯归 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 第六章 季康子问 弟子俗为好学 孔子对曰 有言回者好学 不幸短命思矣 今也者无 第七章 言冤死 言路请子之居以为之果 子曰 财不财 亦各言其子也 你也死 有官而无果 无不徒刑以为之果 以无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 第八章 言冤死 子曰 依天上瑜天上瑜 第九章 言冤死 子哭之痛 众者曰 子痛已 曰 有痛乎 非福人之胃痛 而谁未 第十章 言冤死 门人欲后仗子 子曰 不可 门人后仗子 子曰 回也 是于由父也 于不得是由子也 非我也 扶二三子也 第十一章 记录问是鬼神 子曰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曰 敢问死 曰 未知生焉之死 第十二章 明子四彻 盈盈如也 子路 横横如也 然有子贡 侃侃如也 子乐 若有也不得其死然 第十三章 鲁人为常府 明子谦曰 仍旧贯 如之河 何必改作 子曰 福人不言 言必有众 第十四章 子曰 游之舍 西违于某之门 门人不尽指路 子曰 游也深堂已 未入于事也 第十五章 子贡问 诗与商也赎贤 子曰 诗也过 商也不及 曰 然则诗欲于 子曰 过犹不及 第十六章 既是负于周公 而求也为之聚恋而负义之 子曰 非无徒也 小子鸣鼓而公之可也 第十七章 财也鱼 身也鲁 诗也辟 游也厌 第十八章 子曰 回也其树乎 屡空 赐不受命而获直焉 亦者屡重 第十九章 子章问善人之道 子曰 不见机 亦不入于事 第二十章 子曰 论赌事语 君子者乎 色庄者乎 第二十一章 子路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文思行之 然有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宫熙华曰 游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伺也获 敢问 子曰 求也退 故敬之 有也奸人 故退之 第二十二章 子谓鱼匡 言冤后 子曰 无以辱为死矣 曰 子再回何敢死 第二十三章 既子然问 众由 染求 可谓大臣于 子曰 无以子为义之问 争由与求之问 和所谓大臣者 以道是君 不可辙止 今有与求也 可谓聚成矣 曰 然者从之者 于 子曰 事父与君 亦不从也 第二十四章 子露时 子高为弊载 子曰 折服人之子 子露曰 有名人焉 有社稷烟 何必读书 然后为学 子曰 事故误服命者 第二十五章 子露 争兮 然有 公西华试作 子曰 已无一日长忽耳 无无已也 居则曰 不无之也 如获之耳 则何以哉 子露帅耳而对曰 千圣之国 涉乎大国之间 家之以施旅 应之以积锦 有也为之 必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夫子省之 求 而何如 对曰 方六七时 如五六时 求也为之 必及三年 可使明竹 如其礼乐 以似君子 次 而何如 对曰 非曰能之 愿学焉 中庙之事 如慧同端章府 用为小巷焉 典 而何如 古舍兮 坑耳 舍舍而作 对曰 一乎三子者之传 子曰 何商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曰 牧春者 春福继承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欲乎夷 风乎五余 勇而归 夫子溃然探曰 无语典也 三子者出 征兮后 征兮曰 扶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 以以 曰 夫子何沈游也 曰 为国以礼 其言不让 事故沈之 为求 则非邦也于 安建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而非邦也者 为次则非邦也于 中庙会同 非诸侯而合 次也为之小 孰能为之大 论语先进第十一 完